现在呢 夏天到了 很多的花乳浇水啊 就是这样 哎 感觉ok了 其实呢 并没有把水给浇透 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虽然说这个下面已经滴水了 你看到了吗 很多花乳这样浇水就是这个毛病 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里面的土 看到没 并没有完全给它浇透 所以说花乳们在浇花的时候一定要怎么着呢 你像这个季节 尤其是这个季节 尤其是大家的花盆比较干的时候 尽量的采取一种什么方式呢 浸盆 就是这样把它丢到水桶里面 你看咕噜咕噜在冒泡吧 等到不冒泡了就可以了 这个呢 不是适用于百分之百的植物啊 但是你一定要了解我给大家说的这个意思 你在花盆和土之间结合 排水透气很良好 你那个地方干湿循环很快的时候 你可以采取这样 如果说你在室内 本来才两个月交一次的 就没有必要 明白了吗 你慢慢的浇两遍水 它也能浇透 这种的话咱们就可以慢慢浇 多浇两遍 实在不行 你像我一样 你看 我用了个塑料袋垫到底下 让它能够充足的去喝水 或者是找个托盘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及时的把这个托盘里面的水清理掉 你如果说不及时清理的话 你看这个叶子也是发黑 你看这两盆是一块来的 一样的苗子 就因为这个塑料袋给它挡住了 时间长闷着了 也长得不好 所以说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你别听人给你瞎白火 老花一给你这些个都是实践的东西 好了 夏天一定注意这个浸盆的事 浇水 干了浇 不干咱别老是浇 干透了一定要给您浇透 浇不透你就用点耐心 好吧 觉得不错 今天点赞啊 一篇关于夏季浇水的事 我是老花一 点花最专业 白了错吧